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说开票的结果因为也可能就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其实这是很科学的 你是只要把民意调查的各方的数字做一个比对 基本上大概就情况大概就这个样子 我想请教总干事的是 为什么柯文哲会有84万张选票 这是五党级游戏来票数最高的 为什么当时的陈水扁也没有这么高 陈水扁当时的票数 我们不能拿陈水扁做比较的原因 是因为各位我一再地强调 这一次选战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对方还是战略上认为蓝大于绿 尝试去团结蓝 然后我们确定知道蓝绿的板块已经不在了 不是说没有蓝没有绿 而是不是原来的传统那个蓝绿 这次你看全国的选票 其实也就反映了台北市部分的状况 也就是如果中间 我们不要用中间 我把它叫做新兴选民 很明显地在这次选举中间已经突出 它不是任何人的选票 它是新兴的一群 它占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从我们内部的民调看至少快占到25到30%左右了 那这批选票今天并不是说 所以有人如果问我说 未来柯P是不是会支持绿的或支持蓝的 这不是今天姚立民或者柯P去跑到哪一边 比如说我们假设站在某甲那边 然后这个瓶84万的他就过去 这是不可能的 是我们要回应这80万 而中间假设民进党的支持者有50万60万 然后其他还有20万30万的人 他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们要回应他 然后你如果回应他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非权人的支持 国民党这次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回应这群新兴选民 他们还是尝试把过去传统 过去二三十年 海北市的蓝的板块想办法去团结他 可是这个新兴的出来以后 那个原来他们不断的说我们只要团结就好 可是那个市上两个月前 那个团结的票已经完成了 没有振再多的蓝 如果你不断的再去把那个原来的蓝再团结起来 你就丧失掉中间或者新兴这块选民的支持 这个是所有未来的人要观察到的 好 姚总干事感触很深 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 没有 谢谢大家了 因为现在科匹已经在开市政小组会议了 他是一个疯狂不做事的人 他才刚刚卸票完他就通知九点半 十点钟要开市 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有十个八个人 虽然我们中间有一半的人不会进市政府 可是他已经一边要善后 一边要要求说未来怎么接手 等等等等 他已经要思考未来怎么做一个好市长 刚刚姚立民总干事特别提到新兴选民的崛起 您觉得对于台北市民来讲 这一次争的是争的是什么 他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柯文哲的胜利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姚总干事最后可以跟我们谈出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不管台湾的政大 不管是中国的政党 大家都要观察到就是这次的选举 代表的意义就是过去的政党 纯粹大家已经厌烦蓝绿对抗 这是最明显最明显 过去可能只是一个理论 或者嘴巴里讲厌烦 他是杂杂实实厌烦了 那因此凡是想用回头用传统 蓝对于绿绿对于蓝 这样子来竞选的 他恐怕会越来越丧失掉一批选民 而且我跟各位报告 我的观察 也就是未来三年五年十年的新兴的选举 新兴的选票更多 传统的选票更少 只会扩大不会减少 所有的未来的政治人物 多少思考 怎么去回应这群新选民 这群新选民他在意的叫是非 在意的叫叫做他们议题导向 他可能红洞秋会出来 他反核式会出来 血印他会出来 他跟着议题走 他完全不在乎你是什么政党 或者你是什么颜色 如果你只要诉求是正派的 是是非的 他就跟着你全部都来了 所以是那个浪潮的问题 就是柯P如果是冲浪的人 没有这个浪潮他达不到这个票数 可是他如果有了浪潮 你这个冲浪的人跟不是那个浪潮 你会被这个淹没掉 所以这次最重要就是 连所有的两党或者对岸的党 他都要去观察台湾政治的变化 必须做角色诉求的改变 因为台湾进入到21世纪 我觉得这会一批一批的产生这股力量 好 谢谢姚总监事 谢谢 谢谢 加油